它的味道比較濃厚 也很豐富 它的味道很道地 就是我們東港這邊的口味就對了 它的料又很多 又價格便宜 大餐湯頭特別濃郁 口感層次豐富 是傳統鎮頭飯湯的道地風味 位於東港神農宮旁 這家無名飯湯店 業者鎮臂豬特製的飯湯 深受顧客喜愛 即使歷經多次班前 甚至搬到這人烟稀少的小巷弄內 仍舊有死忠顧客緊緊跟隨 全都是為了這美味實在 且用料豐富的古早味飯湯而來 就煎魚料 魚料糕吃 他們都說魚料糕吃 你們不肯來什麼料 我都放魚 鵝 鵝 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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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現在一個菜市沒放魚而已 真的一路放魚 許多顧客強調 這是道地的東港味 因此從小吃到大 吃別家都吃不慣 除了用料豐富新鮮 口味也比較傳統 好吃啦 好吃 真的好吃 好吃 不能來吃買 因為料多實在 對啊 然後又很好吃 從小吃到大 對 對 覺得它跟其他的飯湯 有不一樣嗎 口味 口味喔 因為他們的東西比較新鮮 對 業者強調 由於所有的用料 都是必須手工特製 加上為確保當天才買新鮮 因此從四點就備料營業 直下午兩點 但往往不到中午 飯湯就會賣光光 我都洗澡不開了 我都買到會補兩點 兩點就太大 買一瓶而已 四點 沒了我就不買了 我就跟媽咱說不買了 我咬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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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業者強調這秀個短襪的美味飯湯 多年來用料不曾改變 而為了讓做工的人能夠吃飽 因此價格也只有微微調整 希望到訪的鄉親都能吃得飽 吃得滿意又開心 屏東新聞 不聽張志豪採訪報導